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小孩子一样 在人家开酒会的时候 我要滑滑梯 18岁那么大 人我要怎么滑 从人家三楼的楼梯 这楼梯的扶手 锯滑到二楼 锯滑到一楼 很开心 再跑到三楼 再滑一遍 锯滑 结果呢 在滑到那一楼的时候 滑到手正滑到 刚好滑到一半 啊 前面有个胖子 这下死了 胖子在前面拿了杯酒 哎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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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胖子一转身的时候 光 两个人就撞上 火星撞地球 光的就撞上 撞上以后呢 两个人摊倒在地上 当然了 没啥事 撞了个胖子像棉花样 咚咚摊了一下 没事 从地上爬起来 你看 哎呦 先生 你还好吧 看见旁边都在怯怯私语 说什么 哎呦 这小子死定了 死定了 完蛋了 撞到了咱们法国 最著名的作家 大众马 这下 看到他们死的 大家就来看热闹 完了 我撞到大众马了 哎呦 法国最著名的作家 赶紧跑过去 哎呦 洞马先生 您还好吧 这不够胖 要个胖子 咱们把他没胖子 大众马给扶起来了 扶起来以后 大众马这人心胸比较开阔 没事 哎 没说他 没批评他 就说 年轻人 你要是把你这玩滑梯的这个热情 放一半在写作上 你肯定就能成为一个 著名作家 反而很郁闷 没骂我 没打我 还知道我写作 那这大众马挺有意思的 两个人不打不相识 刚一撞 撞完了以后呢 两个人扶起来就聊上了 聊天了 你跟名人聊天的好机会 就什么呢 你就滑滑地 把他撞了就可以了 两个人聊上了 聊上以后呢 就说了 说着说着说了一会儿 大众马说 哎呀 不跟你说了 我饿了 要去吃饭了 今天做了 今天我特地吩咐厨房 做了一份南特炒鸡蛋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哎您的呢 什么 南特炒鸡蛋 哎呀 告诉你吧 在巴黎的南特炒鸡蛋 都不正宗 我是南特人 南特人做的南特炒鸡蛋 才是最正宗的 要不我给您 做一份南特炒鸡蛋 我这做的是最美味的 这样 你也赔偿一下 我刚才撞你的这个 事情吧 对吧 我也作为一个补偿 作为一个道歉 好不好 大众马就这么胖 一看就很能吃 听到美食 特别开心 哎呦太棒了 人家有个专门 专业南特炒鸡蛋人士 太好了 今天晚上 去我家 给我做南特炒鸡蛋 发生大就开心了嘛 大作家的家里 PJP就去了 大众马 他很有钱 所以给自己造了个大的城堡 自己说自己是什么呢 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山伯爵 他就自称为基督山伯爵 大城堡里面 进去有一个半生的雕像 就那么高的半生雕像 是谁 他自己 把自己雕了个雕像 然后在他们家的那个窗台上 窗帘上都挂了一个个的小的雕像 分别是谁呢 不是他自己了 什么 是阿士比亚呀 什么雨果呀 什么古今中外名人都被他挂了一遍 最大的那个名人呢 是他自己 把他放在最中间 那么大一个 大众马去的时候呢 就 发生了就给他做了一盆南特炒鸡蛋 什么叫南特炒鸡蛋 跟三中国的不一样哈 咱中国炒鸡蛋是单铁炒鸡蛋是不是 这个南特炒鸡蛋是用牛奶和黄油炒鸡蛋 炒菜的鸡蛋是白白的 白白的一份鸡蛋 两片培根 你知道培根哈 两片培根肉 一块那种吐司面包 吐司面包再放点鱼籽酱 再来一杯咖啡 很美味的 饿死了吧 南特炒鸡蛋 我中午给你做一份好不好 结果南特炒鸡蛋炒完以后呢 大众马一吃 哇 果然是正宗味道 好吃 好吃都不得了 这样吧 你在我家 那个多住几天吧 多给我做两份南特炒鸡蛋 好不好 那帮南特炒鸡蛋很开心了 好呀 于是就让帮南特炒鸡蛋留下了 在他家白住白吃白喝 就在那边 而且只要为大众马做点菜就可以了 平常没事干嘛 大众马在家干嘛呢 写书 写文章 哪把凳子坐在那边写书呢 写书的时候呢 在帮南特炒鸡蛋炒无聊 没事干 就跑过来 就坐在大众马边上看着 大众马写得很认真了 他又不知道旁边有人 特别忘我 这个呢 写写写写写 挺有意思的 写小说很不错 写戏剧也可以 是吧 盯着 大众马有时候高兴了呢 就跟你说 哎 你给你看看 拿着作品手稿 第一个看的是凡尔纳 不是别的 你看看这部作品 写的怎么样 提点意见 一边提点意见 我告诉你看 这里的修辞手法 用在这 很好吧 这我写了个队友剧 写的就这个意思 这里的情节设置 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吗 两个人一边讨论着 大众马一边就把这作品给写完了 所以法尔纳很厉害 他是大众马作品的第一个看的人 看完以后 法尔纳就对这个文学充满兴趣了 以前那个 这个法尔纳老爸叫法尔纳干嘛去呢 去巴黎学什么呢 学法律 只但凡当时的法国名人 基本上挨个都去学法律了 我们学过的大众马 学法律去了 大众马本身就是他老爸叫他去学法律的 后来不学了而已 巴尔扎克 学法律去的 余果 学法律去的 胡佛罗拜 也是去学法律的 这个 所有人当时都是去学法律 为什么学法律 因为在法律 在当时法国地位是很高的 做律师 地位高 赚钱多 有啥不好的 啥都好 因此 大家都学法律 可是 真的是每个人都适合吗 没有 法尔纳就特别不喜欢法律 都每天不爱读书 一下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看到了文学 着迷了 于是 大众马你看 法尔纳这是可造之才 挺喜欢文学 那我就 教教你呗 于是就教法尔纳写作 全国最著名的作家 在他家里 给你像家教一样的 教你写作 而且还让你白吃白喝 不花钱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那么好的事情 当时他 法尔纳的老爸听说 法尔纳在巴尼 没有好好学习 特别着急 从南特直接跑到巴尼来 跑到巴尼来 看到法尔纳 诶 法尔纳虽然没得好好学习 学法律 但是竟然跟着全国 最著名的作家 大众马 学写作 那也不错 是吧 很好 他老爸特别开心 然后每个月 还给法尔纳寄生活费 结果你会发现 法尔纳的生活 是如此的好 有全国最好的作家 教他写作 而且包吃包住 还有他老爸 给他寄生活费 当零花钱花 这当然是生活 生活很幸福美满的时候 于是就诞生了 后来的 很多很多的作品 当然 大众马跟法尔纳的关系 肯定是 很好的吧 大众马死后 大众马的儿子 小众马 当然是很伤心了 可是这个法尔纳 其实 更伤心 也很伤心 毕竟是我文学上的 老师嘛 我后来能出那么大的成就 都跟谁有关 其实都跟大众马有关 要不是想当年 我调皮那么一撞 其实可能也就没有 后来的事情 当然了 也需要大众马 是一个包容的 并且乐于教你的 后来大众马死了以后 为了纪念大众马 法尔纳就写了 这样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叫 《桑道夫伯爵》 写的是一个 跟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 是写了一个复仇的故事 对吧 《桑道夫伯爵》 写的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为了纪念大众马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 在大众马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小众马就说 从文学上来看 凡尔纳更应该是《桑道夫伯爵》 或者说你向往冒险 这样你才能做到科幻 在南特 他们家老家南特 南特这个地方的工人 就是很有一个创新精神的 他们家的造船厂 曾经停工了 结果南特的工人们 就把所有的零件 装成了一个机械大象 所以你可以想象 南特的工人 有多么的神奇了 这是法国地图 法国地图中 南特在哪呢 南特在这儿 在卢瓦尔河地区的 这个地方 在海边 有几个地方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地方是巴黎 这是巴黎大区 这个地方叫诺曼底 阿尔战时候的诺曼底登陆 就在这儿 这是林海道 还有 这里叫做阿尔卑斯大区 这是 这旁边是阿尔卑斯山 这里有个叫普罗旺斯区 普罗旺斯是法国特别著名 那个旅游圣地 是一个薰衣草的故乡 那边有成片成片 大片的薰衣草 紫色的特别漂亮 紫色的海洋 还有什么地方呢 还有 这里有一个洛林和阿尔大斯大区 这个地方在德国和法国的交界处 以后大家还会学到一些法国 德国作家 法国作家的时候 还会讲到这里 德国法国经常打仗 打仗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遭殃了 每次抢来抢去 一会儿德国人赢了 就把这个抢走了 一会儿法国人赢了 又把他抢回来了 因此那个地方 文化交融的特别厉害 那边的人又会讲法语 又会讲德语 而且最后还有一课 大家在初中会学到 都德写的一课 叫做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这个文章 就是都德是什么人 法国人 他写的那个 韩迈尔先生 就是他们的老师 也是个法国人 那时候就是 德国和法国打仗 叫普法战争 那次战争 他们就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结果德国赢了 赢了就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割走了 割走以后 那个韩迈尔先生 非常伤心 就跟那些学生说 这是我给你们讲的 最后一节 法语课了 因为从此以后 咱们这块地方 被德国占领了 就改学 德语了 最后还说了两句 大叫两句 法兰西万岁 下课了 这是一个著名爱国 爱国作品 这里 这是在阿尔萨斯洛林 简单介绍一下 那刚才说 那个机械象在哪呢 这样 机械大象 你看这轮子啊 什么的 木头 是甲板 什么东西都用上了 而且这大象能走的 特别高 那人都在上面的 从这儿就爬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 南克那个地方的人 其实是很 有创造力的 大象 不说了 第二个 刚才说 1848年 赴巴黎学法律 18岁那年 取巴黎学法律 晚会偶遇胖子 大种马 大种马 但是说胖子不太尊敬 我们说的搞笑点是胖子 说大种马呢 确实人长得比较胖 法兰西文学有三胖嘛 第一胖叫大种马 第二胖叫巴尔扎克 还有一胖叫做 弗洛瓣 大家都是肚子挺着 老大的那种 特别胖 大种马为什么胖呢 就是比较爱吃 所以 开启了它 南特炒鸡蛋 就这么一盆南特炒鸡蛋 鸡蛋 这个培根火腿 或者是 这个 大土司面包 一小点鱼子酱 一杯咖啡 现在不让大家看了 看了大家饿 1863年 其实那时候 他年纪挺大的 已经 35岁了 他发表了 《科学幻想冒险》的小说 父亲妻子都很支持 他的处女座 是气球上的五星期 可是 投稿16次都没成 最终投稿 到第17次的时候 终于被 伯乐向马给向中 终于被伯乐向中了 他在这个气球上 五星期里写了 那么这是他的地图了 非洲地图中 从这一端 一直沿着这黑线 给你画下来 走 就坐着热气球 坐到了非洲的西海岸 他里面写了很多 非洲的特产 非洲的人物 地理风情都写到了 比如说 非洲有个特别著名的 叫猴面包树 听说过吗 就是倒栽的是吧 据说上帝想当年 把猴面包树给 拔起来 然后又给你插回去 结果插到了 插成了这样 你觉得像不像倒栽的 这像不像根 像树枝的根 然后 它被它给倒下去 那猴面包树的面 这个果子呢 结的果呢 长得一来像是面包 二来烤一烤 还有面包味 谁比较喜欢吃呢 猴子 所以它叫猴面包树 当然了 除了猴子喜欢吃 大象也特别喜欢吃 大象是猴面包树的天敌 拿鼻子光朗一卷 带着面包 带着树枝 全部吃下去了 不是解面包 解的果子 但像面包 而且烤起来 又有面包的味道 所以叫猴面包树 当然能 当然可以吃了 只是好不好吃 就另一回事 不说了 后来 讲到巴安娜的预见能力 我想不让大家写了 这是让大家开阔一下 视野就可以了 他写了那么多东西 第一个是海底蓝万里中的潜水艇 鹦鹉罗号 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是电影中的鹦鹉罗号 电影中的鹦鹉罗号 包括跟鹦鹉罗号打斗的场景 还有 就刚才说过的大炮俱乐部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大炮发射到月球去的 这是从地球到月球里面的 从地球到月球 这里有组数据 刚才我已经简单给他说过了 巴安娜的从几小月球 比号元素 三人 阿波罗 三人 巴安娜 三万六千英尺每秒 阿波罗登月 三万五千五百三十三英尺每秒 巴安娜的航行时间 九十几小时 十三分二十秒 阿波罗登月 一百零三小时 三十分 差不多 降落地点两者紧枪 差十几公里 而他们的发射点 同为佛罗里达 卡纳维拉尔角 为什么 后来做的 都跟巴安娜说的是一样的呢 马上第一种答案就来了 什么呢 后来的科学家 看了巴安娜的小说 发现巴安娜小说 写的挺好的 后来就根据他的小说 把这个发射了 对吗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他们两个今天能插得那么那么紧 几乎没有插 先知他有超强的预解能力 他还去穿越到了一百年前去看了一看 再回来写的 真的吗 那我问你 阿波罗这些登月这些数据 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不是需要大量的科学计算 对吧 科学家们日以计业大量计算算出来的 那么巴安娜那个呢 也是算出来的 他怎么算的 他通过大量大量的阅读和积累算的 为什么 我们待会看 还有很多东西是他造的 电视机 在他神秘岛中已经有了 直升飞机 在莱特兄弟造出第一架飞机的几十年前 巴安娜早就已经有直升飞机了 还没有滑翔机的时候已经有直升飞机了 在他机器岛里面 在小说机器岛里面 人造的海上浮沉 有了 自动人行道 什么叫自动人行道 去过机场就知道 机场里面有一个平行的 就那边在地上 然后你站在那地上 就往前走的那种是吧 这跟自动扶梯差不多 自动人行道 已经有了 人工降雨 都已经可以降了 在他那时候 连 还没发现冥王星 世界还是八大行星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海王星之外 好像还有另外一颗行星 这个地方叫 冥王星 但后来 冥王星又被排除了 世界九大行星了 就变成了又变成八大行星 那不管怎么说 他是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 发现冥王星的 但他只是说 还有一颗行星 他没说是啥 所以后来 科学家才发现 哦 真的有一颗 那颗叫做 给他命名叫做 冥王星 是不是很神奇 这些东西 比如说 他曾经写过一部作品 叫二十世纪的巴黎 他在1863年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1963年 也就是说 一百年后的 他就写一百年后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写一个 写完以后 一百年后 真的能不能成了 让你的孙子的孙子 帮你看一看 他到时候写了什么 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 在他的作品里会出现那么些东西 缠身机 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网络 玻璃建造的摩天大楼 燃气动力汽车 和高速高价的火车 六十年代都做到了吗 几乎都做到了 有些东西还不太好 比如说世界性的通讯网络 和高速高价火车 可能到现在才更完善 但事实上六十年代 其实已经出现了 是不是很神奇 但是这些神奇 是从哪来的吗 真的是穿越的吗 有些作者 有些记者就开始不信了 凡尔纳这小子 肯定是家里养了一大批科学家 养了一大批文学家 一边让他科学家 帮他做研究 一边让他有人帮他写 结果他们两个汇总一下 发表了 很多那时候谣言就这么传的 反而他听了有点生气 觉得这么传我 对吧 我明明自己写的 一定要被他们传成这样 好吧 既然你们乐意 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书房 把记者带到他们家书房 一看 书房走进是什么感觉 什么样子 当然这个是 鹦鹉罗号里面的书房 他家书房走进是什么样子 有科学的创作团队吗 没有 有的是什么 大量的书厨 书架 书厨 书架 各种抽屉 当然随便拿出一本 拿出一本 笔记本 那么厚的笔记本 拿出一本来 我这笔记本 上面标号的 2417 我告诉你 我总共这辈子寄过2500本笔记本 就用笔记本寄笔记 寄了2500本 你可以想象吗 你现在寄过几本 有没有50本了 估计没有 5本吧 这就好像比5本多一点 人家这辈子寄了2500本 你要什么知识 你要跟月球有关的吗 好 抽屉打开 翻出十本 这十本是跟月球有关的资料 我记录的笔记 你要什么 中国文学 有 这边打开三本 这本是中国文学笔记 你要 想要知道什么 你跟他提 提一个名词 我要知道 树的 各种 关于各种树的 于是他就给你拉开抽屉 这是关于所有书的笔记 全给你 你看看 自己看去 一本本翻开 全部都是他在各种各样的书报 包括自己的考察研究中发现的 因此 拿这个笔记本 可以写小说了 可以写 科幻小说了 所以你说 他小说怎么写的呢 看笔记 看 那看笔记之前得干嘛 得 阅读 阅读 积累嘛 等你哪天写到2500本笔记本的时候 我相信你肯定比凡尔纳强多了 因为他毕竟是200年前的人物 你现在知道的东西就更多了 好了 不说了 凡尔纳 说到这儿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